大家我是宝君 几个人去荒山野岭游玩 遭遇一系列恐怖灵异事件 这一切到底是超自然力量 还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一起来看看经典港产恐怖片 明千千 摇牌干 拳蛋带着女票小花 来到自家山中别墅游玩 趁小花洗白白的时候 这家花还玩起了半鬼吓人的游戏 在这种满是粉丝的荒山野岭 最适合玩的游戏 就是两人野战的 战内了还可以在粉头蹦底一下 睡个大觉 为了增加多一点人气 两人还叫了几个朋友过来 其中个家伙铁竹 突然膀胱膨胀 溜到一边 对着大海马释放了起来 尿都还没尿尽 一个打仗有了大神 香脸嫂冒了出来 温馨提醒拳蛋 尿前半一半 方便你我他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旁边出现了一座心肥 下了铁竹以为见鬼了 很快中人来到山中别墅 这才知道香脸嫂是拳蛋的奶妈 一直都住在山里 看管着这座别墅 趁着这外美好的夜色 众人打算去后山搞一下烧烤 香脸嫂又提醒他们 不要去后山的地方乱走 以免惹上什么脏东西 例如泥巴或者臭虫之类的 这些家伙偏偏不信这个邪 就是要去后山一批 结果那当然是 啥事都没有 之后众子又讲起了个鬼故事 说后山那里 曾经发生过一起闽暗 一美男子怀疑自己老婆洪姓出想 一怒直下 杀死了老婆和女儿 刚刚才说完 其中一个家伙就见鬼了 在外面看到一个女人 和小孩飘过 而其他人却什么鬼都没见到 另外一个妹子又接着讲了起来 说后山的那座房子 其实是一间鬼屋 拳蛋为了证明自己足够大胆 和其他人打赌 留到那里住上一晚 里面除了水泥死灰 什么鬼都没有 很快就到了营气最重的时辰 其中一个家伙 假扮那笔杀人男子 而且是弗莱迪安的装扮造型 踢装磨砂墙壁的声音 插入拳蛋根本无法入睡 刚溜出来一开 就被一个死人头吓到心慌慌 几个家伙决定今晚吓饱他 来个人吓人吓死人 结果却没想到 搞扫了另外一个同伴 桃子及时来到 查看了一番 几个人也被带回了橘子里文化 只会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铁柱家里突然冒出来很多癩蛤蟆 看来今晚的宵夜不用愁了 各种口味的都可以试一下 只是后来才发现 一切都是幻觉 另外一个妹子也遇上诡异的事情 床边突然骗得一片血红 很明显这种分量 不是美国业鱼吃的那种 电话响起的时候 几个人为这些怪事又聚在了一起 怀射之前那个被电死的同伴 阴魂不散 缠着他们 于是又是烧纸又是击败的 随之全然突然鬼上神一样 嘴里说出来的是那个死鬼同伴的声音 另外一个妹子同样如此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死鬼同伴就现身搞事 全蛋白小孩好像中邪了一样 明明在同一个地方 却看不到对方 铁柱和另外一个妹子溜回别墅 发现想你找口吐摆沫 好像仰颠风发作 刚想打电话报警 又发现电话键被拔掉 电话另一头 却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各种完全不吓人的吓人把戏 因此偷了几分钟的时间 最破格的就是 一切又只是噩梦一场 诡异的事 全蛋像肉组一样 被吊在树上 身上还写着 夏年在晚 很明显这不是一场噩梦 这里真的是有 不知道什么鬼 看完后 我就想说 因为上月月1998年 有三个恐怖故事组成 每个故事独立成端 不存在联系 有徐俊江 张耀阳 吴嘉丽 吴承军主演 相比起童年的其他恐怖片来说 为啥看点和亮点 嗯 嗯